我倒是覺得他銷不銷駕其實沒差 因為他沒銷駕其實新北市也沒比較好 他去新加坡的時候不是就開槍了嗎 然後在開槍之前還有很多 行刑事槍決各種的亂七八糟 那時候他都還沒醒駕 有差嗎 所以在與不在也沒什麼差 對 其實真的沒差 也就是說簡單來講 不是當過警察的人 就一定會把治安搞得很好 也不是在金控公司上班過的人 就很懂財經 我覺得最離譜的就是說 是民進黨逼他請假 請假不請辭是民進黨逼的 那你剛才說是民進黨逼你選總統好了 他犯了幾大錯誤 第一大錯誤 你不應該把一個悲劇拿來當作選舉的消費 你不應該把一個悲劇拿來做選舉的消費 任何人做這樣的事情 我都會譴責他 第二個 你的邏輯根本不通 侯友宜不請假 就侯友宜是否請假 跟會不會發生這件悲劇 兩者之間請問邏輯的關聯性是什麼 沒有任何關聯性啊 所以他是想幫侯友宜 澄清說 其實侯友宜 對校園安全很有一套 他如果不是請假 這個是絕對不會發生 他應該 我在想他的原意應該是這樣 但事實上這句話的邏輯 他的命題是不通的 因為以這個 這是國中生這個案子來講 對 這位兇嫌其實 他是被另外一個學校已經有 認為他有行為偏差 已經請他轉到這個學校 照理說 對於這樣有行為偏差 青少年 你校方跟你新北市任務教育局 你應該是列為加強輔導的對象 那請問這是誰的責任 這不就是你侯友宜責任 這跟你請不請假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如果他現在已經請假的話 我第一時間就會覺得說 你應該立刻消假 趕快去處理 這不是才是你選市長 你選市長在先嗎 應該是你的位子的 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倒是覺得他 消不消假其實沒差 因為他沒消假其實 新北市也沒有比較好啊 對不對 他去新加坡的時候不是就開槍了嗎 然後再開槍之前還有很多 行刑事槍決各種的亂七八糟 那時候他都還沒醒假啊 有差嗎 所以在與不在也沒什麼差 對 其實真的沒差 也就是說簡單來講 不是當過警察的人 就一定會把資安搞得很好 也不是在金控公司上班過的人 就很懂財經 我覺得這個迷思我們要先打破 再來 所以我最想講 第二個邏輯不同 你請不請假跟這個校園 因為校園安全 它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 我覺得新北市政府 你們反正我現在講 講什麼你也聽不進去 但是1月14號 當你冷靜下來之後 你也許可以到高雄市 去跟陳其邁市長取經 因為高雄市的話 它是跟民間團體 如果沒計劃是人本基金會 他們在共同合作 在做這個校園安全的事情 那做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不錯 那好 校園安全是長期的事 跟你短期的請假沒有關係 第三個 我覺得最離譜的就是說 是民進黨逼他請假 請假不請辭是民進黨逼的 那你剛才說是民進黨 逼你選總統好了 不是 侯友宜要選總統這件事情 從去年初 應該講 前年底 他在新北市長高票連任之後 這個聲音就從來沒停過 東天的那個時候 大家都知道 對啊 好 那確定是去年的5月17號 他通過國民黨中常會提名 事實上在那個之前 我們就已經在節目中 大概討論過500次了吧 就將來你一定會面對 要不要請假或請辭的問題嘛 對不對 這因為2020年韓國瑜 已經示範過一次給你看了嘛 那結果 你搞到現在你的副手 在公開的電視 網路節目說 請假是民進黨逼的 民進黨什麼時候逼你請假 你要真說民進黨逼 民進黨一開始逼你請辭 但是你不願意嘛 因為你對自己沒信心嘛 所以呢你就不請辭 好你只好請假 問題是這些請假請辭 照理說 當你決定要選總統的時候 這些問題照理說應該是 一張小鈔都隨身口袋帶著啊 就是人家問到請的時候 拿出來答案ABC 請假的時候答案ABC嘛 就你怎麼會回答成這麼離譜 答出一個我想都沒想過的答案 是民進黨逼他請假 那你乾脆講 那民進黨是逼你選總統嗎 應該也沒有吧 好所以常左你沒有逼他請假嗎 但現在新北的校園暴力 到底是誰的責任呢 他說中央啊中央一定要特別重視 青少年的犯罪問題 中央要特別重視 好你有逼他請假嗎 這個我覺得我覺得這個趙少康 他應該現在的狀態 並沒有真的很準備好 要選副總統 因為 不算數十天 剩十天而已 對 不是你說無信也就算 你說趙少康呢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他可能是不知道 是覺得選不上 還是說這個就是他把他本來當 這個名嘴或主持人的那一個方式 然後他事實上我也不認為他是一個 很有準備的名嘴或主持人 你怎麼會這樣 每一次要講什麼 像連晃他要講什麼都要做一個很清楚的準備 很少像趙少康這樣跳來跳去 還是準備好下一次要選總統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你看他整個一路上 一直講過來 從那個什麼之前講這個 恆春仁其實都支持核三研議 然後說這個新北可以容納十六個這個核電機組 然後到說這個外商不敢來是因為台海不穩定 然後也馬上被這個經濟部打臉說現在是創到新高 等等他其實都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我覺得他他有點反射性的 所以他那一天他不只沒有做好一個要當副總統準備 他可能連做好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的準備都沒有 因為如果是候選人 你至少要跟團隊講好 為什麼 因為團隊針對這件事情有正式嚴謹的講法 例如他至少他就算這個他想要逃避責任 侯友宜他也講說這個是全國要去面對 因為他還是認為自己是新北市長 他一定是 他並不是以一個候選人的身分 就是說大家不要都推給新北市 雖然我現在在請假 但是我現在還是新北市長 所以大家不要推給我 這是全國都要一起準備 要一起面對 然後新北市的議會 就把責任推到蔡英文身上 說這個是蔡英文的社會安全網的這個破洞 補不完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重大的刑事案件這幾年 都是這個比例都是越來越低的 那當然我們要怎麼樣讓社會安全網更能夠完整 這本來我們在立法院就在討論 那我只是要講說 他們的攻防上面也有自己的一套講法 正式的一個想法 但是很顯然趙趙康他沒有在管整個團隊的攻防要怎麼講 他就推給民進黨 但是其實 其實每一個候選人在選市長或是選總統 就是剛剛連晃講的 到底要不要請辭還是要不要請假 這個是已經大家已經選舉多久了 這已經二三十年來台灣一定有的命題 連陳輝文都來講 你要說陳輝文是民進黨嗎 陳輝文現在都來講說你應該要請辭 不是只有請假 所以我覺得趙趙康我第一個 這是一個選舉的常態 你這個代職參選要不要請辭 要不要請假 這是選舉的常態 你不可能不知道 那會不會要最後一刻啊 因為可能像之前盧秀燕啊 講官都是選選事件 我覺得他不會辭啦 我覺得他不會辭 因為他不會上啊 他一定 因為連趙趙康都覺得 因為趙趙康就覺得他不會上 不是我說的 趙趙康如果覺得會上 現在講話不應該是這樣 我再講一遍 就是要有一個可能當副總統的樣子 而不是一個冷宵圍的樣子 每一天他的核電一定是自己想的嘛 新北可以容量幾組 他有去跟核電的這個專家討論嗎 對 恆春人到底知不支持核三演義 他有真的去跟恆春人討論 沒有 你就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才會一連串自己講什麼 然後自己打臉自己 然後跟整個競選團隊也都不同調 也不像是一個未來可能當副總統的人 你想看看 他如果是這種人你做副總統 每天出去講話 都跟行政團隊 跟整個總統府還有行政院的 這個整個對外闖口都不一樣 這怕死人 所以我覺得 他並沒有真的認為有可能上 但是他可以曝光 他就這樣一直講就好了 所以我 但是侯友宜會不會喜歡他這樣 我覺得侯友宜不至於不喜歡 因為他現在要顧申嵐的票 那有一群極端的申嵐的人 本來就習慣看趙薩康這樣了 他也被他養成這種胃口 像我們這種好好講事情的 申嵐的看到這邊他就跳過了 那你怎麼說這種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 有哪一個沒有無憑無懼的 但他不會看 他要看的是像趙薩康那樣 變來變去 跳來跳去 所以過去這幾年以來 所謂的戰鬥嵐其實就極端嵐 這一些挑動社會對立 然後其實立場是很變化莫測的 這一群人 其實就有一群人是這樣 現在侯友宜就是要顧好這一群 所以請教他蘇陪 那所以 依照薩康剛剛講的 那如果趙薩康這樣子 是在幫侯友宜嗎 還是說真的像趙薩康說的 你們有逼他請假嗎 剛剛薩康說他沒有嗎 還是你有呢 誰逼他請假 沒有任何人逼他請假 民間黨從頭到尾 要求侯友宜的是履行什麼 履行11月26號 他連任新北市市長之後 他應該做好做滿四年的新北市 那我在逃走 當選之後去年五月 就被提名做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9月23號就開始請假 到他選完總共請了113天 我們新北市民要付他130萬去選舉 民進黨要求的是他履行他的承諾 做好新北市長這個職位 而他有嗎 沒有啊 動算六個月而已 就跑去做這個總統候選人 對不對 然後所以才有這麼多的治安事件 所以國民黨現在在講說 趙薩康 其實我覺得這樣 趙薩康根本就是在偷臭侯友宜 只要侯友宜做不好的 他都想辦法偷臭 他之前侯友宜說 他說這是我教他的 實質上好像他在幫侯友宜抱不平 他說都是民進黨逼我辭職的 如果民進黨不辭 不逼他請假 不是辭職 民進黨如果不逼侯友宜請假 侯友宜現在還當新北市長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個學生被刺警的案子了 對啊 那侯友宜現在應該要做什麼 侯友宜應該要做的是新北市長 為什麼他偷跑去國民黨做總統候選人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趙薩康好像在幫侯友宜抱不平 但屍底下都是在捅他刀 捅他刀所以你不覺得這個趙薩康感覺 我也覺得他好像是民進黨派去國民 好多的政見 包含什麼他之前講的 侯友宜之前提說 我如果當選之後 大學生那個學代壓力很大 所以我要免息 結果趙薩康說什麼 公立大學私立大學都免學費 那免學費 為什麼好好免息 所以他是不是在偷醜 還有包含在這個辯論的時候 侯友宜才剛說加薪要加一萬 結果趙薩康居然說要加兩萬 所以今天一樣 侯友宜在刺警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他當然知道自己是新北市的市長 所以他把所有的責任全部要推到中央 說這是中央必須要一起嚴肅面對的問題 是1月3號講說 中央一定要特別重視青年犯罪的問題 還有包含12月28號 國民黨的發言人也全部都講說 是蔡英文的社會安全網核在 第一線破洞 全部都要把責任推給中央 沒有想到1月2號 趙薩康說實話了 說實話了 他說那是因為侯友宜剛好請假 如果沒有請假 這個事情就不會發生 所以就侯友宜 侯友宜如果好好的做好市長 反而國民黨叫趙薩康出來選總統 直接的笑人家怎麼會是這樣的態勢 對不對 所以趙薩康講出新的 真正做好準備 想選總統的是趙薩康 國民黨如果提名他做總統 就不會發生新北市這個問題了 所以趙薩康是不是在偷臭侯友宜 對不對 而且他還講說 他講說都是民進黨逼他請假 才會發生這件事情 我要跟趙薩康先生來報告 這個是去年 侯友宜4月的時候去訪新加坡 那時候4月19號的時候 侯友宜出訪 4天3夜 結果馬上19號發生槍擊案 飛車追逐 當場轟了13槍 隔一天17歲的少年掃射當鋪51槍 就是在他出訪的時間 而侯友宜那時候還演戲有沒有 把這個手機離得有一點遠 然後大家還看到他根本就沒有在撥電話 遙控指揮辦案說要求警察局 他說震怒一個都不要跑 一個都跑不掉 有沒有大家還記得這個畫面嗎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侯友宜那時候沒有請假 民進黨逼他應該好好做好的時候 他跑去出訪 他那個時候就發生了 還有包含5月10號 五谷發生行刑事的槍決 5月30號三重重劃區 又發生13槍的槍擊案 然後6月的時候6月8號 巴黎有一個離奇的命案 也查獲改造手槍 6月17號三重有一個男生 也怒轟了武昌 所以這些嫌犯是看侯友宜不再的時候 所以才出來搞事情 我告訴你 我剛才練得很辛苦 對不對 我告訴你就是這張大家看好 這是從去年的4月 一直發生到今年所有的事情 侯友宜是9月23號在這個時候請假 但這些時間侯友宜都沒請假 侯友宜都要當新北市市長 他當新北市長跟有沒有發生槍擊案無關 他就是一個沒有能力把治安做好的市長 所以新北市在整個縣市的評比裡面 治安才會是調查沒的嘛 好但要請教將軍 因為剛剛說到連陳輝文都看不下去 他說選戰倒數十天 趙少康請辭的中廣董事長 那侯友宜呢 如果侯友宜沒有信心勝選的話 選民又何必把票投給你 那有什麼不能辭或是辭不了的壓力嗎 我要講出來選總統 絕對不是讓你個人圓夢 我選過總統 我選過副總統 出來選總統不是讓你個人圓夢 你這一輩子做過這件事 我死而無憾 不是 出來選總統或副總統 一定是對於這塊土地 土地上的人民有絕對的責任心 那麼新北市長可不可以出來選總統 當然可以啊 憲法沒有規定不可以 但是我講請假跟停職不一樣 現在侯友宜好像是停職耶 什麼叫請假什麼叫停職 我們以前在部隊擔任主官的時候 如果我在休假期間 我是附軍司令部核定我休假 可是部隊如果出狀況 我要不要消假回去 當然要啊 部隊發生重大事變 或者是對岸的敵情突然間提升 我是奉命休假 休假也要消假 你長官又領薪水啊 對 立刻消假回去 作證指揮 為什麼 我的職責 我的職責超過我個人的榮辱 我的職責超過我個人的福利 甚至權益嘛 為了國家為了這個 你哪有什麼權益 超越個人 那麼我說侯友宜現在狀況是 好像他是停職的市長 他不是請假的市長 新北市升旗典禮 他跑到中央黨部去 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侯友宜 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參加任何活動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從他開始提名 從他提名變成總統候選人才開始 才開始參加 那請問你之前在幹嘛 他之前在呵呵做事 在做他的新北市市長 那你這不是錯亂嗎 那難道你以前沒有被提名當總統之前 就不是中正的國民黨員嗎 國民黨的活動跟你無關嗎 可是現在開始 他被提名成總統以後 變成新北市與他無關了 新北市升旗沒有他 新北市發生重大刑案 他也沒有召開緊急的應變會議 為什麼這個重大的情感像國中生這個事情 這個是跨局處的 不是一個局處 跨局處有警政的 有心理輔導的 有教育的 有衛生的 這有跨局處 跨局處誰要出來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那我不能說我已經有副市長 副市長就要代替這個市長處理 那你就是停職 你就是停職 請假是重大事件發生 立刻消假回去處理 這才叫不辜負選民的寄託 那你這時候你說我請假 為什麼 因為我奉命請假 請假我要去選總統 市長的請假誰核定 沒有核定 那叫做報備制 我只是跟中央報備 這段時間我請假 回不回去 要不要回去消假處理公務 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所以你這就是說 我說沒有說新北市長 不能夠選總統 可以 也沒有人說你一定要辭職 沒有人逼你 但是呢 當新北市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 你當然要消假回去處理啊 否則我的票投給空氣嗎 我的票是投給劉荷然嗎 我的票還是投給別人 沒有是投給侯友宜 所以你不能辜負了選民 對你的寄託 現在如此 未來如果你當了總統 那你要不要消假 你要不要請假 你又沒有責任 我覺得這是大家的懷疑 但如果消假回來 還回得來嗎 會不會大家會覺得說 老爺會覺得說 你可能做不好要壞掉你喔 但你說趙少康真的有請辭嗎 大家也畫個問號 但現在NCC說什麼呢 還沒有收到變更申請耶